几日,由网友拍到本,因在澳洲陪伴丈夫高于祥的董玄突然现身机场,照片中董玄全副武装,整个人看上去亲手憔悴,故作坚强的模样让人心疼。 据悉,此次董玄回国,是因为工作室为她接了一支代言,她必须赶在八月份拍完这支代言。 昨晚,八月九日晚,由网友晒出董玄和曾经的泰迪姐妹团成员李小璐甘威的聚会照,照片是在董玄来的亲子餐厅拍的,看来当天是李小璐和甘威到店捧场,大概是觉得风声已经松了。 之前低调度起来的李小璐,最近平平带着女儿甜心公开亮相,大概已经和甘威两和郝如初了吧。 另一个淡出公众视野十九的人,据说曾经和韩雪、清甜、白冰冰臭金车四美,那是老总贾跃亭的老婆甘威,为老公还清十二亿在务后一直很低调,照片上看她心情很不错,不知道为什么,李小璐和甘威的脸, 看起来怪怪的,虽然五官精致,但是就是有一种说不上来,的整容网红感,颜值竟然被身心俱疲的董玄吊打。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整容脸和天蓝脸,望红脸和明星脸的天让之别。 甘威和李小璐还是泰迪姐妹团成员,泰迪姐妹团算是内地娱乐圈早年比较有声势的一个闺女团体。 成员还有,霍思燕、秦兰、熊乃锦、杨幂、小雨雨和刘云。 泰迪姐妹团是有名的塑料姐妹团,和小脸姐妹团,脸又多假,看李小璐和甘威就知道了,当天小甜心也出镜了,和董玄亲密合照,两个天然脸看起来就是舒服,甜心越来越漂亮了。